中国大陆再爆新本土疫情 这次疫情的起点 是一团由上海退休教授 组成的七人自由行团体 七个人本月九号 从上海飞到甘肃 之后陆续在张叶内蒙古自驾旅行 但是直到七人回程 到了陕西西安游览之间 才被确诊 疫情因此快速的蔓延到了 内蒙古 宁夏 湖南等地 连北京周二都有一人确诊 尽管疫情无法清零 但是大陆在经贸活动上 仍然大胆的跨出去 疫情下的首场大规模实体展览 也就是俗称的广交会的 中国进出口交易会 周六开始一连五天展开 参展的厂商终于能够 面对面的看商品谈交易 更希望广交会能够让商品 畅行国内外 中国大陆再爆新一波本土疫情 一个由上海赴西安 内蒙古等地自由行的旅行团 不但整团七人全都中标 且疫情快速蔓延至陕西 宁夏 湖南与内蒙古等地 连首都北京都沦陷 涉入疫情的区域 包括西安与内蒙古 俄纪纳齐等地 已陆续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 旅行团曾去过的景点与饭店 也全部封闭消毒 当地民众坦言 忧心疫情扩散 这一行七人是在本月九日 搭机自上海飞往甘肃 在张义和内蒙古 俄纪纳齐等地自驾旅游后 15日再从甘肃搭机底西安 并参观大宴塔等多处知名景点 团内两人在17日先确诊 其他五人陆续验出阳性反应 至于七人曾探访的内蒙古 至今已累计有七名密切接触者确诊 而宁夏蒙古与北京 至周二中午已陆续传出各亿人确诊 三人皆有甘肃旅游接触时 北京周二紧急封闭确诊者周边社区 并展开大规模经验 在疫情反复下 大陆包括浙江福建与广东广西等地 近日陆续展开第三针施打计划 包括警察或计程车司机等 触及大量民众的工作者参与接种 我们每天接受的群众比较多 这个经常还有车差之外的 根据越勤形势需要 所以必须打第三针 至于施打的疫苗 则仍以大陆国产疫苗为主 专家并建议民众尽量选择 与第二针相同品牌的疫苗施打 第三针的家产针血用的那个疫苗 就是跟之前接种的 尤其是第二针的疫苗 一般就要建议是同一个厂家的 那现在呢 打杀加强针的呢 主要是有两种疫苗 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灭活疫苗 北京科兴厂家的 北京生物厂家的 至于大陆境内的经贸活动 则不再以确诊清零作为恢复举办的条件 例如每年春秋两季各办一次 被视为中国大陆外贸指标的 中国进出口交易会 也就是广交会 上周六首度以实体联合线上的方式开幕 成为疫情影响下 全球率先恢复的 最大规模实体商业展会 十二万坪的展场内 有近八千个实体厂商参展 另有二点六万家企业线上参展 鉴于广交会此前 已连续三届都只有线上展出 这次实体开展 不但大陆总理李克强亲自到场视察 参展与观展厂商也倍感兴奋 尽管此次实体广交会 游过往的三周 缩短到只有五天 周二就闭幕 外国厂商还得接受 长达21天的隔离检疫 才能进入展场 但面对面的交易 仍然让外国厂商大表肯定 部分无法配合隔离检疫的 外国厂商 则委托代购参展 过去六十多年来 广交会成功让不少大陆厂商 走向欧美 甚至东南亚与非洲 开辟更多客户 全球疫情尚未平息 大陆能率先举行实体的 第一百三十届广交会 展场上的商品 不仅有传统纺织制造 更有纸餐具等环境友善产品 甚至高科技产品 力求让中国货 能在国门内外 都有更好的发展 希望这个展出能够给 中国的市场 能够带来更好的活力 那也就是实现 真正实现一个 把国际的请进来 当然同时我们也把国内的请出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再次的用途 进来